如果你的性格是打不死的小牆 你不管什麼時候出來創業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是屬於比較穩扎穩打型 那我建議一定是40歲以後再出來創業 對你比較有幫助 因為40歲以後基本上你歷練過很多很多東西 包括你在社會上歷練 或是在工作崗位上面歷練 40歲他不會也工作的可能超過10幾年 所以你會有積累到一定的資本錢或人脈 關鍵就是看你是屬於那種性格 如果你是打不死的小牆 你16歲你也可以出來創業 反正跌倒再衝就好 那如果說你可能經不起那種大浪 或是說你覺得這個太可怕 你希望能夠穩扎穩打 你希望能夠一做就成功 盡量是40歲以後 因為40歲以後的人的性格會比較定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要擠啦 年紀輕輕擠什麼 先把你的資本先累積好 不管是錢的方面資本 或者是你的經驗 你的實力能力各方面人脈 都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再出來 我覺得比較透明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到底幾歲創業最合適 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評論訊留言